Hello大家好我是滴滴 欢迎来到台版天堂M7月31号的更新内容 这一次的更新内容我只提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ZERO耳环 它的能力会在7月31号违误后消失 之后它可以塞到活动收集品里面 获得经验值奖励加7% 记得一定要在更新后 把你原本的耳环穿上去哦 不然你会少一颗耳环 第二个重点就是关于新篇章伺服器 开放了潘朵拉的补给箱 这个补给箱2000赚一个 总共可以买8次 里面有个重点物资 潘朵拉的收集品碎片 这个是对于新伺服器来说 补活动收集品最重要的道具之一 如果玩家需要的话 记得把它买好买满 另外我这边提一下 韩版这周更新的一个新的世界副本活动 远古沙漠副本 这个副本会在每周六的晚上 5点50分到6点开放进场 然后6点到7点开放BOSS击杀 台湾时间的话就是往后再推一个小时 入场等级为75级 需要使用1000个迷运币 当作入场费进场 满人数是1000人 全区为安全区域 你可以选择任何一根尖塔进场 进场之后就会区分为各个区块 在里面只要完成BOSS击杀 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奖励 击杀过后获得的奖励 就是全部人都可以保证获得1000的名誉币 然后会有随机获得500到1000的另外三色币 因为它的硬币量给的不多 所以我在想这个BOSS可能不会到太强 好了以上的重点就是这次的台韩版更新内容 另外再提一下现在天堂M有大卡回馈活动 时间是7月4号到8月13号 你只要在指定期间内的每一周 处置一张大卡就可以获得这个额外的礼包奖励 内容是综合抽卡包制作凭证两个 硬币选择箱四个 还有高级祝福粉末箱四个 时间分别在7月4号到7月30号 这个已经结束啦 第二周就是7月31号的12点过后到8月6号的11点59分前 第三周就是8月7号的12点过后到8月13号的11点59分前 如果你已经错过的话 别忘了后面还有两周的时间让你们去拼这个奖励哦 新篇章伺服器是没有这个额外奖励的哦 好啦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